我为什么不住在塞偶亚了 真相是什么呢 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爆个料 知道我这个人呢爱说实话 今天就告诉你们一些真正的真相吧 希望给那些想要去的老铁一些参考 我知道有些人呢 真记万的想到塞偶亚去定居的 有些呢 想到塞偶亚当跳板 还有些呢 还在犹豫要不要留在塞偶亚的 还有一些没事爱八卦的 今天就满足大家所有的愿望 几好奇心 这条视频呢 限期量有点大 大家注意捕捉重点听就好了 没明白的点赞收藏 慢慢的再听一遍吧 OK 进入正题 首先是我为什么要离开塞偶亚 起初呢 我也是打算在塞偶亚买房定居的 后来看了一圈房子以后 了解完 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们家所需要的 所以在第二个月呢 我们就决定不在这个地方办置任何的固定职场 说实话 我也真的是有点受我们的房子卖不掉的影响 所以我也不太敢随意在任何一个地方去置办这个固定职场 确实出租率呢 是不错的 但不可能为了一套房子 总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 机套费都不够对吧 所以车房呢 我们当时都没敢买 这就确定了 我们不打算在那个地方长居 我当时有一期视频呢 就说过了 那个地方呢 当过渡当票板是没问题的 因为白本护照可以直飞免签 这些是很占优势的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证明 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明白 事实证明 那个地方呢 确实有太多跟村内相似的共同点 我只能说尽量不要在华人村里面玩 其他就自己脑补吧 这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我们家的生意不在塞偶亚 所以赚钱不在那儿 当然就不会在那儿常待 举个例子 就像你的老家再好 吃住都不花钱 你依然会选择去大城市拼搏 是一个道理 好吧 这个道理大家都应该懂的 我就不解释了 我们呢 是一个家庭 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 孤家寡人一个 想去哪就去哪 其实都很容易 对吧 就如你们所说的 真正有经济实力的人 没有几个呆在塞偶亚 除非你真的是有生意在那里 说句实在话 不管是从生意角度 还是打工 那个环境呢 都不会是你最佳的选择 普通人开个餐馆 还是搞个什么店 大部分呢 还是华人生意 华人的人数摆在那里 中餐呢 确实都是给老外吃的 但他们的经济能力是很局限的 过小日子呢 也许是可以 每天悠灾悠灾的 一半打苍脸 一半做买卖 不要谈什么高棚满座翻台率 这个事不存在 除非你店里的档次极好 消费又够低 熬的时间够长 在首都才有这个事了 其他地方可以说路上的人都稀稀朗朗的 所以综合以上 你如果想要成为了打工赚钱 在那个地方的机会确实不高 哪些人群是适合赛偶违安呢 那么第一种就是如果你的要求很低的 基本没有什么要求的 就像有些人说的 只想低成本找个地方搬着这种人 那么第二种就是你要求房子很便宜 想要养老的找个安静的地方 这种也可以 那第三种就是你家预算真的不高 只有那么三五十万 还想带着全家人换一个国家搬着 压力又不要太大的这种也可以 那第四种就是你的事业和收入都不受任何国家限制的这种 在哪搬着都可以 那这种也可以 当然你还得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长期在那个地方搬着 出镜次数和时间都不能太多 也不能过长 如果你是我以上说的这四种人群 你可以考虑在塞尔维亚拿永居 如果你不符合呢 就不要去考虑了 因为熬一半 你半途而废 那耽误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你懂的 所以我相信聪明人都能懂我意思 对吧 结果是设计出来的 而不是你什么都不懂 搞一半花一半的钱 买了房 或者说搞个店 没纳税 没交社保 或者说中厨离开了 超过半年时间啥的 几年后呢 你想要申请这个永居 他最后给你来一句不好意思 你不符合这个条件 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呢 对吧 还有一个是语言 语言是硬伤 应该认真看过我视频的老铁都知道 我为什么总是提要学好英语 学好英语 应该不止三四个视频吧 里面我都讲过这个事情 要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 就会涉及到要经常办这个那个 你不可能每一次都请翻译 对吧 多贵啊 而且塞尔维亚有一个硬伤 它是多民族的国家 方言特别多 英语他们也不标准 这很多政府部门年龄大的 甚至连英语都不会很正常 他们不知道你说什么 那么你在办正事的时候 那些人就懒得跟你扯 他根本就不那么友好的 会配合你使用翻译器来交流 而且他们说话那种带方言 连翻译器都识别不出来 所以我在那办事呢 经常就自己办不成 除了带翻译啊 没几次正事了是自己搞成的 要是在首都呢 他甚至还会要求你要找他指定的翻译 不然他就会挑你毛病 什么这个文件不对啊 那个文件不对啊 一个事呢 可能没跑个两三趟 你根本搞不成 所以你明白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跟村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会让人极其厌恶和烦躁 你还不能说他什么 当然不是所有的事都这样啊 普通老百姓呢还是挺友好的 见面大部分都会跟你打个招呼 就是有一些经常跟华人打交道 了解华人的老外 他们就不那么友好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比如你带他去办一些事 明明一个小时可以搞定的 他会故意拖延你的时间 让你排队多等一会儿 变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反正呢一个小时毛币是250左右 不够超过十分钟也是按一个小时算的 这就是所谓语言的亏 小国寡民的风范 确实穷这些人呢 所以做什么事都极其的扣扣唆唆的 五毛钱他会跟你技巧的很清楚 我之前的房东他就这样子的 过来拿个水电单吧 每一次都会多算个100DN也就是6块毛币 后面呢更难一个人 让他去交个水电单 说要跑队费 直接说要500DN 后来给我整白气的 我自己就去排队交 就是6块钱我也不想多给他 就让他别来了 我自己去交 交好了给他拍照 这就是老外 他们也会去试探你 他们也会得寸进尺的一点 所以很多咨询过我的老铁都知道 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直接办塞尔亚的工钱 因为工钱确实后面的事非常多 确实我也是搞烦了 租房纳税社保一系列的事情真的会让你很头大 要折腾很久的 他们这些人办事效率又非常慢 再加上你语言的问题 所以搞下来真的很麻烦 不是我不想帮你们搞 也不是我看不起你那800一千的 是这个国家办事效率 他真的就是那样子 还有一些想跳板生根的 我建议他11路车直接进去了 他根本不停 也想通过这个长签的方式办旅游签进去 当然之前呢 是有很多老铁是这样做的 但是之前是因为人少 因为俄乌没有那么多人过来 现在他的效率分的很慢 也有老铁不听卷 他非要办这个 就等到又租了房又办了卡 最后还是等不及 他耗不起就放弃了 还是走着我给他的第一个建议 两天就搞定了 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这条路 这就是很多人来问我以后 我不会直接给他答案 我会先问他一些基础的问题 我不是不愿意给你们搞签 有些人是真的折腾不起 所以为什么前段时间我特地来迪拜 就是因为在这边给大家搞这个工签的问题 因为这里的效率确实很高 一个月内就能全部解决问题 而且在迪拜做代发工资 他没有个人所得税 在赛州的代发工资的40%就去交个税了 三个月下来他也是个成本 所以在赛尔亚短期折腾 我是觉得真的会让人颇为反感 而且现在中国人在那里的口碑并不好 想直接住老外的房子 你想住个长期的那种 他们是挑人的 其实是很局限 他们并不太愿意直接出租给中国人 因为他们现在有了选择 因为俄乌的人去了太多 而且租金也是水涨床高 一直在上涨 貌似已经有30万的俄乌群体在那边 所以不光是租金涨 物价也是飞涨 那些老外甚至会问华人如何来筛选中国人作为他们的房客 对他们来说是最有保障的 所以老练的长租房房东并不愿意出租给咱们 所以在赛尔亚办过事的人都会觉得在这个国家办事会觉得很闹心 特别是当你办事一趟趟跑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的英语很OK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四点 你的目的很明确的 你是可以买房熬时间拿这个PR 如果你达不到我前面说的那四点 你就不要把钱耗在那了 搞个半途而废没有意义 我想全网应该没有人会跟你说这个实话 即使你付费给别人咨询他也不一定会告诉你这个事 因为没有经历过的人就不会懂 再者人家凭什么告诉你 他吃了亏 他恨不得你也吃上一顿 又或者他想赚你的钱 那他说了他还怎么做生意嘛 对吧 说了那么多 那肯定会有人说 那到三五亚就没有优点吗 优点肯定是有的呀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教育 如果你的孩子在那上学 你有身份的话 那完全是可以免费上公立学校的 是不会受到老师的批评的 老师对你的孩子只有夸夸夸 同学之间也没有互相的排斥和嘲笑 也没有很多的家庭作业 你的孩子会是零压力的学习方式和氛围 更多的是一些活动啊 派对啊 聚会啊 老师对孩子那除了夸奖就是夸奖 完全不可能得到批评 也不会去羞辱你的孩子 也就是所谓的心灵成长 兴趣培养 心灵上面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这第二呢 就是孩子的语言环境 他可以选择多国语言 在这个点上呢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技能吧 因为语言呢 是沟通的条梁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 你什么所谓的 什么这个科那个科要实际的很多 第二点呢 就是他可以买到很便宜的房子 比如说两三万欧 你就可以在国外买一套带院的很大的房子 你可以自己种菜可以自己种花 随便你怎么折腾 又或者是在吃的上面 他的肉类是很便宜的 可以实现吃肉自由 关于当地的物价我之前也发过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作为参考 但南方人吃大米的呢 在那边是要比国内要相对贵一些 大概500克一斤的米折合毛币的话 得六七块钱是最便宜的 我之前在那里买的基本是好一点的米 七八块钱一包吧 就500克左右的 出菜也要相对贵一些 当然如果你可以自己做饭的话 其实也花不了太多 当然生活成本是自己控制的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风简尤人 对吧 这个东西可以控制的 再一个呢 就是在食物的安全性上面 这个绝对是要比村内要放心的多 像什么水果啊 绝对是没有添加任何什么素的 他不好吃亏不好吃 但他该酸的就是酸的 该甜的就是甜的 像什么西红柿啊 你闻起来是有小时候那种西红柿的味道 另外像什么感冒药之类的 你只要吃一粒下去真的是会好的 不用连吃几天还没有效 不像村内那样子 所以这些民生的基础的东西 确实还是好很多 如果你在村内也是经常用港货 或者用进口货的家庭 应该能体会到这一点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并不是重量昧外 是用事实的结果说话 这一期先说这么多吧 更多详细细节呢 有需要的私聊吧 说太多我怕又被下架了 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到了 因为之前已经有十几个视频被下架了 这期内容 如果有你需要的东西呢 就赶紧收藏吧 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吧 无妨满足所有的人 更多的细节 实信吧